对于巴黎的向往除了时尚 还有他们独到的华丽甜点 所以当马卡宏创始人 Ladoué正式来到台湾 并且以法国原汁原味的风格店装及设备 高调进驻台北微风广场 橄榄绿与香精冰雕花的优雅贵味 瞬间成为巴黎迷最关注的话题 其实在店装比较有特色的部分 其实大家一进来我们微风第一个形象店 你会看到它就是有店装 就是非常像小巴黎的氛围 所以不管它的一些雕刻的设计 一些颜色的配合金色配绿色 其实你一进来之后 你到全世界的Ladoué 你会觉得说 你又回到了法国Ladoué的感觉 所以就仿佛自身台湾的小巴黎的感觉 那在盒子的部分它也很有特色 因为它每一年都会跟 它有特别盒子的设计 就是礼盒的设计师 所以很多的消费者 特别喜欢收集它的礼盒 那一方面可以自己收藏 那二方面是送礼画 也特别的好看 我们台湾很多的许多名媛 跟艺人也很喜欢收集它的盒子 充满复古优雅情怀的雕花装饰 是全球Ladoué一致的标准特色 另外颜色鲜艳 香甜脆嫩的马卡宏 则让它成为巴黎最著名的甜点店铺 许多知名影集电影中 像是花边教主 凡尔赛拜金女 都利用Ladoué的甜品增加华丽氛围 旋风刮到台湾之后 造就如同置身法国的排队风潮 所以也有人称呼 微风广场的Ladoué叫做小巴黎 可爱又时髦 我们也意外发现 性别比例上 男生竟然比喻起来得多 目的除了送礼 许多人是渴望来Ladoué 找寻对巴黎曾经的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